自從COVID-19疫情爆發以來 中共一直堅持嚴格的清零防疫政策 航空業首當其衝受到打擊 今年3月18日 中共民航局官員及行業專家 針對今年2月份發布的 《中國困難行業紓困政策》進行了解讀會 會上民航局發展計劃師副司長張青表示 疫情造成的影響遠超過預期 中國民航運輸生產大幅下滑 企業經營壓力持續加大 形勢嚴峻 張青透露從疫情爆發到今年2月 中國民航業累計虧損達2,111億元 中國民航評論員張忠倫說 這個相當於用兩年時間虧損了 這個行業5年的利潤 而造成巨額虧損的一個主要原因 就是中共嚴格的防疫規定 導致航班大減 疫情爆發以來 中共的疫情防控指示 一直要求做到內部防止疫情反彈 外部防止病毒輸入 在中國國內一個地區出現感染病例 就立即實施全員核酸檢測 並嚴格限制人員流動 對於外部輸入 中共在2020年3月就開始實施 調減國際航班的5個1措施 該措施要求 中國每家國內航空公司 針對任一個國家只能保留一條航線 而且每條航線每星期 營運班次不得超過一班 即所謂的一航師一國家 一航線一星期一航班政策 到2020年6月 中國民航局下令開始實施熔斷措施 該措施規定 航空公司統一航線航班 如果在入境後 核酸檢測結果為 陽性的旅客人數達到5例 該公司的該航線 就必須暫停運行一個星期 陽性病例達到10例 就要暫停該公司 該航線運行4個星期 並且熔斷的航班量 不得調整用於其他航線 熔斷期結束後 航空公司方可以恢復 每個星期一班的計劃 2021年4月 中共民航局發布的通知中規定 如果連續2個入境航班的陽性乘客 達到10個 就要立即熔斷 並暫停8個星期運行 也就是被稱為超級熔斷 除此之外 中國關於檢測為陰性的標準 設定得更高 嚴格的檢疫標準加上熔斷措施 導致大量航班被取消 旅客運輸量 銳減 2020年和2021年分別有272個航班 和520個航班被禁 而據張清 在3月18日的會議上透露 2020年和2021年 中國民航全行業完成旅行人次 相比2019年分別下降37%和33% 今年以來 中國Omicron疫情又來了 中共民航局繼續發出熔斷指令 被取消的航班數 也再創紀錄 今年1月上半個月 就有至少140個國際航班被取消 中共的過度清零防疫 引發了其他國家的不滿和反制 美國政府在今年1月21日宣布 暫停了中國國際航空 中國東方航空 中國南方航空 及廈門航空旗下營運的 美國發往中國的44個航班 作為對中國民航局 以防疫為由暫停部分 美國航空公司航班的回應 美國交通運輸部的發言人說 中國的做法不符合在中美航空運輸協定中的規定 德國政府在去年7月 也批評中方取消德國航空公司的航班的做法 是扭曲的競爭行為 因此德國也將對等取消中國航空公司的航班 俄烏衝突爆發後 國際社會全面抵制俄羅斯 目前至少有36國與俄羅斯 互相關閉領空 令中歐航線的國際航班大減 除了航班減少之外 俄烏戰爭帶來的原油價格飆升 對中國航空而言可謂雪上加上